那不用急 尤其是你们也急不来 为什么 因为你们没有那么熟 像我这东西已经写了超过20年了 所以有 好像之前不是有夜问吗 夜问怎么这么厉害 他其实就是不断的练习 不断练习 每天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对不对 闭着眼睛都知道 你说那个武林刀手 他叫你 他怎么会这么厉害的 他有招吗 他没有招 他什么招 见招拆招 随时敌人 过来什么 他没有说 我先想好一招 你过来的时候 我用了一招挡你 没有 你怎么知道 敌人他随时要出什么招吗 没有 所以就见招拆招 武林刀手才是这样的 不过你说叫武林刀手 要分解动作给你看 这还蛮困难的 但是我还是尽可能的 把一些简单的招式 告诉各位 慢动作的 拆解开来 其实就很清除了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做好了 那个 就这样要整除 这边自己再加筑解 再来的话 清除的部分 比较简单 清除的话 其实就很简单 其实只是把什么 底色 改回白色 把字的颜色 改为黑色就好了 因为他原来是什么 底色是白色 但是特别重要 以后如果你底色是别的颜色 你就自己再调整那个底色 然后字的颜色 黑色 白色就是全部都恶物 黑色的话就全部都零 那我就把它清除格式 有没有 清除了 加上颜色 有没有 OK 大概都是从这边变化出来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只要遇到什么 要在储存格上面 有什么条件发生的时候 做什么底色 跟什么字型的颜色的变化的话 其实都可以参考这边 去做修改 而且一定是个试算表 反正你这种现成的资料太多了 你随便一拿就一堆 你就去试试看 你多试几次 你只要试个五次以上 我看你已经闭着眼睛都会做了 以后的话 你根本不用去思考 直觉的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而且没几个字吧 反正这些都不是很困难的东西 那只是说你要花时间去实作 OK 试试看好了 所以我们多了两个变化 一个是能够被三整除 但你可以把它改成能够被二整除的 比如说第二 四六八 或者等等的其他的 那后来 好像有同学问到一个问题 我今天蛮好的 如果说你今天 要对角线的话 诶 有没有 对角线 如果你今天是要一个对角线 能够画出一个叉叉的话 假设我清除掉 我希望能够按下去 这边没有这个按钮 按下去 对角线 对角线 能够填颜色的话 那怎么做 其实道理差不多 反正就是在一幅后面那边加工一下就好了 一幅什么呢 应该两个条件吧 其实我后来发现也不难 i跟j是不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条件 如果i等于j i等于j 有没有 不就是这边了 对不对 相等 第二个 这边呢 i i减 应该是减1 i减1 加上 j减1 等于多少呢 两个相加 等于什么 等于10 有没有 刚刚好 全部都等于10的话 那你就把它填颜色 那这个对角线是不是做出来了 没错 就是这样 那其实你需要的答案 在下面也可以找到 这边就有了 有兴趣的话 自己来玩玩看 太多变化了 反正就是 自己找一些 可以的挑战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我们刚刚主要是把 这两个按钮做出来 需要的程式码在这里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其他的那个 大型四串表 里面 如果你将来会遇到像 蓝跟 就是除春歌里面的那个 底色 跟颜色 要变化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 一般的那个VBA的书籍 都写得很复杂 关键都 你看半天 你还是不知道到底你该怎么做 或者有些书叫你用录制聚齐的 录完之后呢 把它Copy贴过来 录完聚齐 你会发现 哇 一大堆 至少个几十行吧 可是实际上你只要写一行就好了 你一行为什么你要写十几行 因为我看过同学 那个格式 那个底色跟颜色是用录制聚齐的 我一看傻眼 哇 怎么这么多 明明只要写一行的 你为什么要写十行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简单啦 你就把需要的部分加上去 你的工作就完成了 试试看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